我是譚耀宗 在2008年的時候 我已經是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主席 當時立法會裏面反對的議員 已經出現了不斷拉布的情況 社會上和立法會的議員裏面 亦都有一種聲音 就說是否我們議事規則有問題 被議員去濫用 可不可以修改 我們議事規則委員會就收集世界各國不同的議會 他們在議事規則方面有甚麼限制 怎樣防止議員濫用出現拉布的情況 但是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裏面 由於有各黨各派的代表 所以根本上是拿不到共識的 而且如果要修改 是要在大會裏面分組點票 兩組都能夠通過 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最近機會應該來了 我們很希望拿到這次機會 能夠修改到議事規則 防止反對派的議員 利用議事規則去拉布 阻礙議會的正常運作 他們最明顯的一招 就是不斷去點人數 反對派的議員佔了四成 他們全部走去 要剩下的議員 就要百分之百坐在那裡 連去吃飯、去洗手間都成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修改議事規則 可以在不是全體大會的時候 可以降低法定人數的要求 我們覺得這個做法也是有依據的 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希望議會能夠正常運作 希望大家支持 如果 faire讓 Camino 發電話 看,明明ці 來了 的是 好的 請 Savior UN trabaj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